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六下午的3点28分 今天台北股市补交易 很冷清 成交量只有300多亿而已 首先行情其实没什么好讲的 我们来讲这个 行情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讲这个 礼拜天的良长讲座 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圆月的主流股 圆月的主流股 你知道各行各业情况不一样 有些行业四五六是旺季 有的七八九 有的十十一十二 有的是一二三 所以当产业旺季形态不同的时候 它的行情多头 就会在不同时间产生 所以有些人已经涨很高的 你不要再去买 你还要买那些欺贯的没意义 我们来掌握 从一月二月三月开始进入营运 我们忘记的每年都从一月份开始起涨的股票 这样我们从底部再出发 就能够再赚一个五九三 我把这类的股票已经为大家搜寻出来了 你可以打这样进来预约报名 礼拜天的量场讲座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我来跟大家做一一的分享报告 好我们一起来赚钱 那除了讲圆月主流标股以外 我还会跟大家谈这个东西 这是你们很少在做很少在注意 可是我一直都有在做的功课 这一张是台股11月上市贵的营收分布图 总共11月有66家营收创历史新高 目前上市贵总共1678家 11月总营收3.26兆 比10月份减少1.86% 所以比10月份差 可是比去年还成长4.59% 所以11月其实整体来说 虽然是下滑 可是跟历年比较起来也是还不错的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总共有66家 跟10月份的110家比较起来 减一半去 少了快一半 好那这是66家的营收 营收创历史新高 那顾名思义就是 它的营运目前正好在巅峰期 最好的时候 当营运在最好的时候 每一家公司它的股价位置不一样 有的正在爬坡有25家 有的已经涨到高点去了 那有14家 股价在下坡期的有10家 股价在底部的有17家 好总共是这样的分布 那像这样的分布本身来说 你去买已经涨到高档的 有啦短线还有 可是你不能报偿 你要懂得见好收 你如果买到那种 股价已经在走下坡的 那纵使营运创历史新高 也没效嘛 那个利多反正是不会发酵的 我举例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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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讲营运在高峰的 比如说 1515 历山 十月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历山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可是股价已经在高峰期了 它一样还是涨 可是涨你要懂得见好收 因为历山股价已经在高峰期了 可是营收发布之后 它还是冲了一波 可是股价已经很高了 也不少耶 从50涨到70几 也50%内 高峰期的还有什么 6552 逸华店 也在高峰期 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所以往上再做喷出 所以这个你只能做短 它已经没有那种大波段了 像罗利奔 最近很热门的股票 股价也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十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冲出去你也没怎么没就落下了 这样的公司总共有四家 这个就只能抢短线 那如果是在营 刚刚我们讲到这几家 是在哪里 是在营运高峰期的十四家 那如果营运走下坡的十家呢 我再举例给大家看 营运走下坡的 比如说 8044 网家十一月的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可是他还在走下坡期 所以纵使利多发布 他一样从 160 跌到130 那个利多是没有用的 因为股价在走下坡期 发布利多只会容易让 法人主力脱手而已 你看到利多跳进去 你够四的 你够四的 你看联雅也是 联雅十一月的营收 也是创历史新高 可是股价在下坡期 所以利多发布之后 他一样是从 280跌到210 这个利多发布之后 你够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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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这种这类型的股票 像这类型的股票 利多反而是票房毒药 你不可以摸 这个还可以抢一下短 可是要会跑 那这个是走下坡的 那不能碰 你只能买什么 只能买底部的 跟爬坡期的 爬坡期是现在进行市 它是最强的 我举例 爬坡期总共有25家 我随便举个一两档给你看 比如说1730 花仙子 花仙子就爬坡期 从底部开始 刚进入爬坡期 所以营收发布之后 快速喷出去 短短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都去过去爬 这个就现在进行市的 这得太倍 还有呢 最近一档很旺的很强的 风翔也是 从底部开始进入爬坡期 营收利多发布喷出去 营收创历史新高 像9951也是啊 从底部出发 营收发布喷出去 这就开始进入爬坡期的股票 就开始进入爬坡期的股票 它会有快速的攻击行情 懂什么 所以这份资料你们比较不会注意到 你们也比较不会去 没有足够的资料去整理 可是我一直都 每个月都有在做 从每个月做这份资料的时候 我可以掌握到 目前最旺的产业 最旺的公司 股价在高峰的 抢个短 甚至于放弃也没关系 股价在下坡的 不能受利多影响 爬坡期优先注意 更重要的是底部的 底部的17档 营收创历史新高 完全都没上当 因为它可能才刚刚第一个月而已 可是如果12月 营收再发布出来 又创历史新高 那两三两个 它马上就会从底部 变成进入爬坡期 懂什么 所以重点在这两块 尤其是这一块 尤其是这一块 所以这个是我这次演讲会场上面 要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圆月的主流标股以外 还有 营运已经进入高峰期了 股价还在底部没有动的 所以说这场演讲是很精彩的 我邀请你来听 你就能够买到底部最好的股票 刚要起涨股票 才不会每次追高或者一买买错被套 好 我的演讲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继续的分析 那今天台北股市没什么好说的 全球都修饰 只有台北股市补交易 那台北股市补交易 今天跌30点 光是台积电就占了17点了 所以其他股票 800多家加起来 要降13点而已 尤其新高楼 38833 怎么会有这种量 想象不到 没办法 所以明年度开始不再补交易 是有道理的啦 不然今天一开盘之后 你看几乎大多数的股票 开盘了都是平盘上下 没叮当 好像电脑坏掉一样 很多人看盘看到睡着了 所以开这种盘没意义 所以今天行情本身来说 有啦 今天最强在哪里 今天最强是一个族群 离岸丰店 今天离岸丰店最强 因为 营建署敢在过年前 赶快把七家得标的厂商 开发计划 赶快让他们过关 因为已经发布了嘛 明年度离岸丰店的采购价格 收购价格 大幅下降了30%嘛 所以这七家得标的厂商 他们就complain啊 你明明当时我们 在招标的时候 你开的价是那么好 那约都还没签 你马上打了三折下来 不公平啊不对啊 可是那案子已经通过了啊 所以如果开发案等到明年才批 那他们只能用明年的收购店价 所以敢在年度快结束之前 赶快让七家外商赶快通过 所以在最近整个舆论上面 也有一些踏法 是不是在土利外商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案子一过关 这是今天排名上最强的 最亮眼的焦点 从中钢购上尾头 永贯 新光钢 世纪钢 全全部都大涨 包含华城 可是这些股票业绩 普遍都不好 抢个短 OK 大利润可能你要小心一点 那除了这个族群以外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 小型的筹马骨 小型的筹马骨 小型有阻力在插的 今天当然就不受限了 比如像日迟 连刷两天两个停板 对不对 日连连刷两天两个停板 连刷两天 你小型 所以这个还有得玩 那其他今天大部分都是平盘上下 你要玩你也玩不出个所以然 可曾今天也是平盘跌一块钱而已 那今天MOSBIT跌的比较多一点 跌了两趴 这也是因为当冲可能人比较多一些 今天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今天也是小跌 今天大部分都是一趴左右 小涨大概就一趴而已 好像一趴而已 这也没多跌 那矽晶元找盘打下去 因为当冲有人冲下去之后 看没有量尾盘又把它买上来 当冲任赔补上来 所以又剩下跌三块钱一趴而已 所以今天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美国昨天又跌了400亿次跌 林老师你不是讲说 已经跌了3000年才升息 很有可能会像3月份那一次 变成利空出境 紧接着又创新高 那怎么会昨天又杀盘呢 你知道昨天道琼一开盘 一下子而已就去那四把店嘛 因为联准会的人出来讲了 准备重新检讨明年度的升息内容 什么意思 原本新的主席上来他先预告 今年升四次 明年要升三次 这已经是既定的进度 后来这一次12月的联准会 利率会开完之后 决定还是要升息 虽然说百般阻挠不要让他升 他还是坚持要升 可是他把明年的升息的次数 降到两次 可是降两次你要认为不够鸽派 所以导致于连续两天 道琼买山台南钢 那现在知错啊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 昨天讲哦 好重新检讨 所以说你要这样重新检讨 那你这次不要升不就好了 所以被人家骂是应该的啊 历史罪人啊 不是不让你升嘛 你晚个三个月四个月 让股市再回到高点你再去升 不就好了 你何必去泼一盆冷水呢 你何必在天寒地冻的时候 还浇了一盆冷水 对不对会感冒 我早就讲过了 那现在知途迷反 要重新调整 所以昨天一开高 原本是要上去的 那怎么会又下来呢 因为反正川普出来泼冷水了 川普说你预算不让我过关 政府部门准备要长期的停摆 要关门了 哇这个事情更严重 这什么意思 因为川普打算在美墨边界 美国跟墨西哥边界 要盖高墙嘛 那在他进学的时候 就已经提出来证件 可是已经两年多了 议会一直不过关 那议会不过关他没有钱盖嘛 可是他硬要盖 那硬要盖的结果 会排挤到其他预算 所以就排挤到公务人员的薪资 所以川普硬要盖的结果 把公务人员薪资拿来挪去先盖 所以导致于公务人员薪资金 花薪资金 花薪资金要怎么 放五薪借啊 就变成这样子啊 今年已经第三次了 所以你也不用压抑啦 因为今年已经第三次 美国政府机关关门 那你觉得他那种关门 会一直关下去吗 也不可能啦 他只是意气用事 故意用这种动作 来逼国会给他钱嘛 你看今年三次前两次 也是不了了之嘛 对不对 所以这只是话题 问题是你这样的一个动作 就把股市原本要上来又交袭掉 所以我说喔 12个的行情都是美国 四打嘴巴啦 都是自作孽不可活 你看之前贸易战 打得沸沸扬扬 对于美国来说 其实一点伤害都没有 对美国一点伤害都没有 打中国打趴了 自己没有受伤 可是12月的行情之所以跌成这个样子 现在是怎么样 原本跟习近平握手了 三个月的蜜月期 才涨一天而已 你马上去抓华为的财务长 打自己一枪 第二枪 升息 第三枪政府部门关门 正好三枪自己杀自己 也把全世界搞得一团乱 所以12月份的行情 真的是美国自己自作孽啊 同时拖累全世界 可是你不要看美国这样跌 你看南韩 南韩这个礼拜可是不跌的喔 有没有 你知道美国股市这个礼拜跌到多少 你知道吗 美国股市这个礼拜 的跌幅高达 一千六百五十五点 以趴数来算是六点八趴 六点八趴这个有多重 你可能没感觉 我这样跟你形容好了喔 你知道美国股市 这个礼拜跌 一千六百六十五点 仅次于什么 仅次于雷曼事件 仅次于雷曼事件 雷曼事件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十月的第二周 这周大跌了一千八百七十四点 这一天 那是因为有雷曼事件 全球金融风暴 很多国家经济负成长 同时很多失业率大幅提升 近传没头路 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整个雷曼事件全球崩跌 美国股市最惨的那一个礼拜 跌1870几点 那现在美国状况很好啊 美国失业率16年来最低啊 美国的通膨也控制得很得意啊 所有状况在最好的时候 因为自己杀自己 自己连砍自己三刀 让自己跌了一个礼拜 跌1600多点 创下第二大跌幅 你说是不是制作你 是不是 跌幅直接逼到雷曼事件最惨的时候 更有必要让自己处于这么窘境 真是没那个必要 所以我说美国制作你也不可 我就是这样 12月的行情纯粹是 他们自己打自己给弄出来 还影响到全世界 可是你看美国这样跌 我刚给大家看过 南韩没有受影响 南韩没太影响 南韩这个礼拜才跌掉0.3% 美国跌的将近7% 南韩才跌0.3% 你看香港才跌1.3%而已 新加坡也一样只跌1%而已 台北股市大家走得细细准 结果台北股市今天补交易跌30点 不然台北股市这个礼拜只跌100点而已 100点大概1%不到 有很恐怖吗 感觉上国际股市 沸沸洋洋很恐怖 好危险 事实上台北股市这个礼拜 5天跌起来100点 跌跌30点 10030点 130点而已 所以说你心要定 不要被整个大环境那个乱象去惊到 从12月 对12个脱落这期 这跟黑棒以来 整个行情三个礼拜 就在200多点里面而已 过去这200几点行情里面 怕死很多人 你现在事后冷静看 哇 三个礼拜也在200点而已 对不对 下个礼拜会更好 下个礼拜会更好 因为我去统计过 像我们这种在研究时间周期的 我们会很习惯去做统计的数字 我统计过 每年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每年12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很多人会认为说 最后一个礼拜 外资在放耶诞节 又准备要过年假 没房钱啊 那你错了 台北股市每年的12月最后一个礼拜 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好的 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好的 我统计过 每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 都是好的 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好的 所以后一个礼拜 依照历年的统计数字 12月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好的 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好的 每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 最后一个礼拜 每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 每年12月最后一个礼拜 都是去的 你有兴趣你往前找 往前去数 12月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去的 可能是少了外资的干预 那次要做价好做 那不管怎么样 历年12月最后一周 都是好的时候 后一个礼拜你要赶费啊 而且你要买得好啊 要买对股票啊 不好费费 所以这个礼拜的演讲很重要 避免你买错掉 你来报名来听我这段演讲 礼拜天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我来把元月即将起涨的股票 来跟大家分享 同时再把11月66家 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避开已经在高峰期的 避开下坡期的 然后爬坡期那已经大涨 也不要去追 我们锁定这17家 还在底部区的 我们锁定这17家 还在底部区的 来跟大家做一一的分享报告 所以这场讲座很精彩 而且很重要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桃园 下午台北的讲座 报名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演讲会场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部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